这个世界上最牛逼的表白 就是我爱情的一开始很美好 因为大家都没有私人的功利性 单纯的希望你好 我爱你与你无关 但是后面就讲的味了 是不是 因为有患得患失之心 因为现在的娘们 她现在不但要钱 她还要命 男人比较难搞 而现在的男人 她不但要人 她要更多 你看看 这就很容易跑偏 到最后 两个人就变成了这个世界上 最熟悉的陌生人 原来说好的相濡以沫 到最后变成了什么 分刀养雕 相望于江湖 这就是一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 所以婚姻 她不是爱情去结婚的 婚姻她必须理性 婚姻这些东西 所谓的这些养家子人 结婚过日子 她必须理性 她必须是什么 一加一大于二 所以你可以谈恋爱 但是你不能轻言结婚 就好像 周星植里面的 这个喜剧之王 他有一句经典的台词 他跟张博之演的叫什么 我养你 对吧 就这么一句话 张博之哭了 太沉重了 这个世界上 最牛逼的表白 就是我养你 我养你 叻呢 你 我侻